阿屯山也降下雪了 我們看到說其實現在呢 還是有逐漸的在下一些 冰線跟雨甲雪的部分 那可以看到說 其實地板上的也是有積雪的 然後大概呢是積到一公分左右 大概是從今天的凌晨4點20分呢 就開始下雪 第一次 第一次 對 好興奮喔 那覺得第一次又追雪成功 心情怎麼樣 我立刻 剛才在那邊已經打過一次了 有追雪人嗎 雪人啊 在這邊 這是你堆的嗎 這個 這是我朋友堆的 訪問到一半 天空又下起大雪 陽明山二子坪 回味三年再下雪 清晨就湧入大批追雪車輛 車頂摩托車 通通覆蓋一層白雪 開始以為沒有那麼多 然後結果 哇靠 全部都是 我以為我到死之前 都不會在台灣看到這個 真的 超多 我也有 在加拿大 熱血大學生 只穿了羽絨外套 戴著暖暖包 就衝上山追雪 但不止年輕人好嗨 這一頭 七十歲阿嬤更勇猛 公園運動的 所以才能穿地圍 以前還沒運動的時候 從這天上穿 幾十粒 不會冷 不會冷 這懷疑的快就洗 因為三年前 我沒用人來看 三年前也有路洗 我是五點出發了 但是山下就下雨了 但是就這樣騎上來 是非常興奮 因為其實這邊我常來 但是通常都是好天氣 然後下雨 然後還下雪這樣子 確實第一次 好不容易看到雪 有人拿保溫瓶 打算裝點雪回家 跟家人分享 我們半夜兩三點上來的 開心第一次看到雪 真的喔 那也是第一次玩雪 對 山上的天氣是非常寒冷 我在講話的時候 都還是有白煙吐出來 而且看到這一隻 沒有帶手套的手呢 都是已經凍僵 都已經紅腫的狀況 是氣溫非常的寒冷 那一起說 其實現在呢 交通大堆有在陽明山 實施一個交通管制 第一階段的交通管制 在陽津路口 以及巴拉卡公路的路口呢 是已經擺上了三角錐 就是呢 如果民眾要上山的話 必須要裝上雪蓮 不管是機車呢 還是汽車 都必須要加裝雪蓮才可以上山 以防說會有打滑的風險 進行文化肉肉 陳志豐 採訪